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在一个客家文物的保存园区里面设计的市集 那过去有绿市集 有13号市集 现在更多的一个叫做藏物市集 藏物市集它的概念是来自于很多手工制作的 很多创意方向的一些产品 能够在这边呢 让大家一起看得到 而且呢 用得到 买得到 那可是经营市集其实是辛苦的 经营自己的摊位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你要让全国各地这样的市集的伙伴 来到这里摆摊位 而且民众愿意来 而且民众愿意把好的东西带回去 这里面会有一些设计的哲学 那我们邀请到呢 这个藏物市集背后真正它的创办人 它的召集人呢 来跟各位分享 当然除了分享市集 这一位召集人呢 张浩勋先生 他怎么样从过去他自己的背景 到现在的文创 我想很多同学很对文创非常有兴趣 怎么样把文创做成大家喜欢的东西 重点是文创能够让大家呢 掏出你的钱 让文创业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很辛苦的历程 那接下来呢 我想借由各位的双手 来欢迎我们思维文创的创办人 也是我们藏物市集的召集人张浩勋 浩勋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精彩的市集玩乐哲学 现在就开始了 是 你可以有遊戏 很开心 看到台下都是年轻人 刚刚他说还要请红山君进来 红山君进来我就会紧张了 因为红山君都是非常厉害的地方产业 所以他们坐在下面我会非常紧张 废话不多说 我的题目就是关于生活的各种想象 市集的玩乐哲学 那它的关键字就是 生活想象还有玩乐这样子 那因为昨天被通知说 要讲个人讲多一点 所以说我就赶快回去找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比较年轻时候的照片 它是在我在排练室拍摄的 那它就是因为我是文化影剧系毕业的 那我下面写个Google 就是说大家现在Google大神很厉害嘛 都会去Google 然后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我的名字 好 张浩勋 我知道尤峰吉老师很爱Google 他一定有Google过 但是一定找不到张浩勋这个人 就是说会看到很多同名同姓的啦 但是就是可能你们只会看到一个就是张浩勋 大师讲座喔 是大师喔 然后他是在玄奘大学 那也是讲四集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我的过去 以前我的过去我不太喜欢让人知道 所以说我把它切割开来 但是我过去为什么不想让人家知道 其实不是说欠债 欠人家钱或是罪犯 我是觉得说人生会有一个切割点 那这个切割点就是说 你人生可能碰到一个转折 你需要去切割 那过去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 而是因为我觉得不要让过去去限制你 不要让过去去影响到你 这样子 好 那在开始之前 因为现在中午大家吃完饭 可能会很想睡觉 所以要用很短的时间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简单用一分钟讲 就是简单说一个武士 他娶了一个巫婆 然后这个巫婆呢 他是白天 他可以变成漂亮的 也可以变成丑陋的 那但是只有半天 就是十二个小时 然后他就跟这个武士讲说 你希望我晚上变漂亮 还是白天变漂亮 好 本来通常我都会问台下的学生 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不问了 我直接帮你们回答 晚上 大家一定会想晚上 因为白天要上班嘛 有老师白天要上课 看不到 所以是晚上 其实这个武士很聪明 他回答了 他说 他当然前面还有讲 那个巫婆 他是说 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女人最需要的就是 真正想要的是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这个武士也很聪明 他就说 我让你自己决定好了 其实这有点那个啦 这就好像说老婆问你 你觉得我今天漂亮吗 然后你就回答他说 我觉得你觉得漂亮就好 那别人的眼光不重要 其实是这个意思啦 那这个重点呢 讲的就是说 你要不要主宰你自己的命运 你想不想主宰你的命运 我觉得有很多人不太想要做选择 比如说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去吃饭 然后呢 可能就会想说 要吃什么 吃什么 但是就是有大部分人说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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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做选择 其实他就是不想做选择 因为其实选择很难 其实是很难的 光是吃饭这件事 大家就觉得说是非常难 更何况说人生有很多选择 好 那我再来介绍我自己 我是文化影剧系毕业 那其实我很高兴 很庆幸啊 因为我那个年代 我选择文化影剧系 但是我的家人没有给我太大的 就是阻碍 就让我可以选文化影剧系 那因为其实这就是我的兴趣 我喜欢看电影 我高中之后我就很喜欢看电影 但是我毕业退伍之后面临台湾 非常惨淡的电影的年代 那时候台湾大概是一年 大概不到十部的电影 不像现在这样 不到十部 一年 但是呢 那个时候也是 有线电视非常蓬勃的时候 就是什么TVBS啊 还有什么东森 那个年代开始起来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们就投入了电视这样子 那也很荣幸就是说 那时候有得了一些奖这样子 虽然不是金马奖金钟奖啊 但是也是有一些奖 就是觉得这样看来 刚刚那个是八哥 还有娶爱玲番奖 然后最这个 这个是陈建仁 可能大家不认识啦 陈建仁 但以前是新闻局长 有当过新闻局长 那就是说有得过一些奖 有得到一些肯定 看起来好像是人生胜利组咯 但是呢 后来就结婚了 结婚也不是说不好啦 但是结婚之后就是想追求安定的生活 那想追求安定的生活 你就会变得比较懒惰一点 因为那时候就比较不会想要去拍片 因为拍片它是日夜颠倒 然后会花很多时间 就没有时间陪家人这样子 可是你去找一家稳定的公司 你觉得真的稳定吗 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我觉得你不管在什么公司上班 你都不会称心如意 因为公司会极尽可能的压榨你 然后会叫你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 所以就是在公司稳定一段时间 你就不断的消耗能量 最后你要面临选择了 又是选择 你选择你继续待在公司 还是你要离开公司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那其实后来我就选择了一件事情 我选择了什么 我去卖馅饼 为什么我会卖馅饼 其实因为台湾很多 小吃很出名 那其实就是 反正不是有什么博士卖香鸡牌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赚大钱 会觉得念书没什么重要这样子 或者去卖咸菜 卖酱菜 不是 就是说卖馅饼 后来当然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失败 就是说其实你不懂那个行业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去做 除非你真的很有兴趣做馅饼 你可以去研究 但我们不是 我们根本就 只是想要脱离现有的环境了 那后来就失败了 那再回来就是说 回到这一章 我为什么会 这个 其实就是我有改名字 因为那时候 觉得人生已经非常不顺遂了 然后就觉得说 是不是人的运气不好 出生不能改嘛 要改名字看看 说明会带来一些好运 可是呢 后来发觉 其实不是这样 改名字其实 不会为你人生带来好运的 所以不要去算命 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 他说算命 算命他说他44岁才会结婚 还有人说他44岁 今天这辈子不会结婚了 等等等等 我觉得那个都是骗人的啦 那所以说 其实是心态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心态改变就什么都变了 所以说你不要 在这边提醒大家 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情 那也不要以过去的遭遇当借口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过去可能家里很穷 或过去我曾经受到家暴 或什么 或过去我的家人 一直勉强我做一些 的事 我觉得不要用过去当借口 那也不要以你的个性当借口 不要说我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直肠子 可是直肠子我 所以我就可以去伤害人 其实不对 那也要学会让人讨厌 因为在公司上班 你会不想让人讨厌 你会尽量想当一个 好好先生好好人 那什么都好好好 就是会累了自己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后来我就去念了研究所 我去念了台北教育大学的 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研究所 经营研究所 OK 然后我就去念 那其实那是EMBA 这EMBA其实就是想要去了解 这些大学教授平常都在搞什么鬼这样子 然后呢 后来呢 就开始了我追求小确性的道路 好啦 追求小确性 其实现在有人说批评小确性说 小确性 你们台湾的年轻人实在是太 没有企图心了 只是追求小确性 不像大陆的年轻人 他们有狼性 野狼的狼 狼性 所以他们会去追求很高端很大的成就这样子 但是小确性真的是没有竞争力吗 没有企图性其实不是 除非你只是去吃个饭 喝个咖啡 拍张照 PO在FB说 好幸福 那当然是很肤浅的小确性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追求的 我们比如说有青年下乡去耕作 做友善耕作 然后推广在地旅游 或者是我们地方产业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就是在守着传统的产业 我觉得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大于 盖一个高楼大厦 或经营什么血汉工厂 我觉得你淘宝很有名吗 很大 可是你哪一天你 然后人家说你压榨劳工或怎么样 或是你卖的东西有瑕疵 那之后可能又是另外人家又开始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追求这种小确性 背后的意义绝对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接下来开始介绍品牌了 我的品牌叫思维藏物 思维为什么用这个维 是维小的维 其实它是由故事 它是要纪念一个人的名字 那它也是就是叫人家要思考一下 我们有一些微小的事物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忽略它 那我们其实打造这个空间在新瓦屋 它就是要一个 带给人家一个好生活的空间 那其实讲到这里 我再回头说 其实我有机会 我曾经有机会可以去拍电影的 那但是呢 因为后来我觉得电影 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产业 它需要很大的资金 然后很多的人 但是它成就出来的其实只是一个 不一定会卖座 那如果你卖座 那成就也只是明星跟导演而已 大家都知道念影娘嘛 念影娘的导演是谁 侯孝贤嘛 念影娘的演员是谁 朱祺 念影娘的摄影是谁 不知道 录音是谁 剪接是谁 然后场记是谁 辅导是谁 没有人知道 但是它的工作人员可能一百多个 可是你只知道这两个 顶多再加个林墙 所以我觉得它的投资报酬率不高 但是我做市集 我觉得它是一群人 可是我可以成就很多品牌 我今天找了二十个品牌 在市集 我就可以成就二十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酬率比较高 而且我觉得可以鼓励年轻人 让年轻人有个平台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那为什么市集呢 为什么市集 时间不是很够 那就是因为我老婆喜欢做手作 还是要讲一下非常爱老婆的人 就是我老婆喜欢做手作 那她很喜欢到日本去逛市集 那她会甚至去日本买材料 那我们就去日本逛市集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京都百万遍市集 那时候我们被震撼到了 我们想说怎么会有市集是这样 因为在我们既定的脑子里 我们的市集是就像路边摊 要不然就是用什么客家嘉年华 他可能就请了搭个棚子 请了一些产业去 或者是我们的灯会 就搭个帐篷 一样就带大家去摆摊 没有讲究 可是忽然发觉 他们市集很讲究 而且他们市集就是市集 他不会说是办什么活动 然后市集只是其中一个附属品 他不是 他就是市集 而且他市集里面 除了他本身作者非常有创意之外 他们的布置也非常讲究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布置 非常讲究 甚至把他家里的家当都拿来了 我们就觉得真的被震撼到 就想说台湾能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就试着思考说 在台湾可以做看看 那我们就开了常务市集 常务市集就是市场好物 那就是常务 其实因为我老婆她很喜欢藏东西 所以她有另外一层意义 就是常务少女 以前有部卡通叫借务少女 所以我们叫常务少女 那其实就是常务市集的由来 那其实就好好跳过 那我们市集现在到这边 已经办22场了 从2013年到2015年办了22场 你看我们的市集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其实还蛮有日本味道的 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 那我们很重视就是说 我们很重视是伙伴 我们来摆摊 因为大家习惯就叫摊友 那个摊友 那个摊友 可是我们就叫做伙伴 我们不叫摊友 因为你不是来摆路边摊的 然后我们很重视摊位的布置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摊位布置 因为她爸爸会木工 她爸爸退休 她爸做了一个就是 非常棒的一个布景 这是在我们新瓦屋 然后我们的审核非常严谨 然后我们也策划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主题就是 因为你都在新瓦屋举办 然后人家会腻啊 然后每个月都一样 不行 所以我们每个月会策划不一样的风格 好 那这个你看 我们她其实这个是卖面包的 但是我们她把她家的道具都带来了 就变成这样子 你很少在市集看到这样的布置 OK 好 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叫野餐 所以我们就把大家都变成野餐露营的样子 那她是卖饼干的 然后我要强调说 我们还要强调说 我们是友善热情 因为你卖东西 你不要装个塞饼给人家看啊 或者是你一直在划手机 我常常看到 去划山啊 去哪里看到很多创意士级的年轻人 客人站在她前面 她还在划手机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 然后我们企划的主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盖房子 盖房子 我们就是小屋计划 我们有一次是叫小屋计划 所以就请大家盖房子 然后你会看到 其实每一个摊位 它就会有房子 你看房子在这里 它不是很像 但是就用它自己 像它是陶瓷 它就用陶瓷去做一个房子 它是做香皂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 这个好像澡堂 也是房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 都是房子的意象 OK 这个也是 这个我觉得在台湾 你们应该很少看到 所以你们可以 像25 这个礼拜天还有一场 可是不会像这样 这一场叫复古风 那我们就会打扮成复古的样子 那其实有没有人 有人耶 很多人 很多人 像这个作者 他做的东西 他每次就被秒杀了 就是被秒杀 他还没有 他还在布置的时候 人家就在这边排队了 然后在这边照相 所以说 其实创意识理 它是有潜力 而且有商机的 你看 大家围在那边照相 因为它的东西很可爱 那有没有人潮 有喔 有人潮 那这个是野餐 野餐我们就把它 市集布置成野餐的样子 那真的也是有很多人去野餐 那这个很大的帐篷 天幕帐 这是我们请人家来搭的 因为我们就是要制造那个氛围 这个也是 你看到这个 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日本 日本的市集 其实这是在台湾 OK 就在新瓦屋 好 那个 好 这是野餐 就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也很特别 这是在老屋 新瓦屋的老屋 老屋我们也是可以做市集 你看这个氛围也不错 然后我们就把 那个旧的蒸笼 蒸笼上面放陶瓷 这样就会很有味道 这个也是 这是灶 灶上面放一些创意商品 这样的氛围也不错 所以说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地方 你可以去利用 这个是床板 这是老屋 老屋它有床板 它放棉被的柜子 然后它就把它布置成这样子 也很漂亮 好 这是柜子 然后我们跳过 这是老屋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强调个人风格 所以说这个非常有个人特征 因为它用它们的蔬菜 做成一个包包 我觉得很可爱 所以各位如果要创意 记得要有自己的风格 那还要注意的布置 像这个其实是果酱 然后卖果酱 它外面再加一个木箱 它觉得质感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这些 要有自我风格 要质感 那这个也是啊 它这样弄 用板凳而已啊 弄起来 这样看起来也很漂亮 OK 所以说创意市集 我们是提供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就是 它可以吸引到对的人 就是吸引到正确的消费者 那这些消费者 接下来它就会肯定你 那现在我们在新华物 有一个空间 那它就是可以让人家来消费 我们就贩卖一些文创商品 那自然它们就会来消费 那我们也开一些课程 手作课程 其实课程 其实还蛮是一个商机的 因为大家也许不会买 但是它会来学习 对啊 这是我们目前这个 世卫常说生活空间 有在做的事情 好那我结语 差不多 结语就是我觉得 要对凡事充满好奇 一定要好奇 然后我觉得你还要让你的脑子 保持空白 空白不是谎神 空白是你的注意力会集中 可是你谎神的话 你的注意力是不集中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放弃一些3C产品 就是抛掉 尽量让自己空白 学者讨论说空白会让你更快乐 好心理学家阿德勒讲过 就是说无论之前我们人生发过什么事 对我们将来怎么过日子 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抛开你的过去 然后我们之所以无法改变 是因为我们下定决心不要改变 其实都是你自己潜意识叫你不要改变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改变的 然后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重点是你让人生变复杂了 其实人生非常单纯 好谢谢 好谢谢浩勋 所以各位浩勋他并不是办了一个菜市场 是一个市集 所以里面有伙伴而不是贪友 好刚刚在浩勋的分享里面 有出现一位大导演 有人注意到吗 好李烈 哎不错 所以各位对于看电影果然 这个吸引力更高 好那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我相信浩勋 已经在过去的基础 以及在业界里面呢 已经有一番作为了 可是刚刚浩勋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让你的人生要有一些空白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不要以为小时候发过誓我要当医生 结果你现在在念明星气管系 没有关系的 他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 不是你一定要照着你以前画的蓝图 或者是照着爸爸妈妈师长给你的蓝图 你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很好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道路 各位我应该这样调查 没看过少女时代的请举丑 没看过 大家不会有人没看过 好 有人 好那就可以去看看 那林真心在那个大礼堂里面呢 他从大礼堂里面 因为不是徐太宇 老师新来的训导主任 觉得他作弊吗 他在大礼堂走出来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的少女时代我总共看了两遍 看了两遍之后呢 我也哭了两遍 所以老师说 我把你们弄哭为负责 我就做面子送给大家 那我看了两遍 我哭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林真心说 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样子 只有你自己 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的样子 我想浩勋的这一段分享呢 也是要跟各位讲 今天你今天不管 你在哪一个位置 你必须有一天 对你的未来负责 所以我自己的心得分享 也分享出来 只有你可以决定自己的样子